不能做斷定 不能嘛齁 有極大的可能也是有台灣人嘛 我跟委員報告這案子從頭到尾都是由大陸那邊在懲罰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去參與 這個我不管嘛 你認不認為也有可能有台灣人 你敢說沒有嗎 不能排除 大聲一點 不能排除 OK好 謝謝你 你請回 那我想請那個司法院的副秘書長跟我們的法務部羅部長 請副秘書長羅部長 委員好 請問一下副秘書長 其實這幾天我都一直覺得我以前的法學續論可能念得不夠徹底 我想請問一下審判權跟管轄權的差別在哪裡 報告委員 這是一個變動中的這個概念 那我覺得這兩個概念 常常在一起 就是現在呢 常常把它混在一起談 有這種傾向 講重點就好了 時間不多 好 所以審判權 有的時候是不同的審判領域的審判權 有的時候內國外國的審判權 那管轄權一般呢 我們常講的管轄權是內國的管轄權 那你直接講這個案子的話 我覺得比較快啦好不好 好 那麼談到這個有關於這個案件的 我們內國的管轄權的問題 那是在 就我們審判端來講呢 是刑法三條以下的這個規定 那三條以下的規定 基本上中華民國人的犯罪我們是有管轄權 不過呢 進一步來講 他還牽涉到 屬地跟行為地跟犯罪 跟結果發生地的問題 簡單的講齁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灣人他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我們有沒有審判權 有沒有管轄權 那還牽涉到他是在內國犯罪 還是在外國犯罪 我剛剛有問過警政署副署長了 不排除台灣人 假如他是在受害人是有這個 內國人的話呢 那他在台灣就會有管轄權 有嘛齁 好我只要這句話就好了 好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羅部長齁 你上個月齁有去中國訪問嘛齁 那我不知道你是依據什麼去訪問的 訪問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兩岸共打協議 這裡面齁就是要再推動 進一步的司法互助 這裡面牽涉到我們台灣台籍受刑人 在大陸的一些權益 包括他們的假釋緩刑 保外就醫等等 這些還有包括我們台商 在大陸的一些智慧財產權 跟人身安全等等一些問題 這些關切 我們希望大陸對一些能夠 就是對台商不公平不利的一些規定 可以能夠有一些突破 現有制度的一些做法 那這些都需要高層的認同 才能夠 你去見了誰 你去見了誰 曹建民啊 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檢察院的檢察長曹建民 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周強 這個司法部部長 吳艾英部長等等 都是我們共打條例的對口 就是公檢法師這幾個單位 那我要請問一下齁 你這次去的話有沒有什麼具體成果 有 就是關於我提到這些台商的人身保護 他們也是了解說 而且我建議他們可以多跟台商協會合作 請台商協會提供建議或等等 這個不用講那麼多齁 那你去的之前這件案子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想請陸委會齁 沒關係你這邊作者回答就好了齁 你們的報告第一月就寫了 至103年11月間 肯要破獲相關電信詐騙案件